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詠 假如你準備在退休帳戶以外 投資共同基金的話 應該在年底買入 或是等到明年才買入基金 為何接近年底 投資共同基金要特別小心 原來共同基金通常在12月 就會派發股息 這些股息是包括基金裡的 股票派發的股息 和投資經理在年中做買賣交易 所賺到的增值 這些股息在未派發之前 都是共同基金價值的一部分 一旦他派了股息 基金的價錢馬上會下跌 假如你在派發股息之前 買入基金 你所給出基金的價錢 就包括了將要派發的股息 過了年你就會收到1099DIV表格 就要為這些剛剛才收到的股息給稅 假如你等到他派發股息之後 才買入基金 就不會有這個叫做購買股息的情況出現 每一間基金公司派發股息的日期都不一樣 但大多數是會在12月的上半月 最好就是先向基金公司查詢 才決定什麼時候才做投資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 那 感谢观看